彭博社5日报道称 印度购买了大量廉价的俄罗斯石油 并将其提炼成燃料供应给美国和欧洲 大宗商品数据提供商科普勒的数据显示 上个月印度每天向纽约运送约8.9万桶汽油和茶油 是近4年来的最高水平 输往欧洲的低流茶油量每日达到17.2万桶 分析认为受无日欧盟对俄罗斯石油产品最新制裁影响 欧美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加大 从印度和东亚地区购买燃料的可能 彭博报道称 自格物冲突以来 在欧美国家大举限制俄罗斯能源进口之际 印度并未跟随其脚步 而是增加了核石油进口量 并以新的贸易方式流向美国和欧盟 路透社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 俄罗斯原油在印度原油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 但到2022年 这一占比迅速上升至15%左右 去年12月 印度自格罗斯的原油日进口量达创纪录的125万桶 彭博社认为 在此情况下 全球石油贸易呈现出新版图 印度在全球石油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彭博社远景荷兰国际集团 驻新加坡大宗商品策略主环 沃伦·帕特森的话表示 印度是石油精炼产品的进出口国 其中大部分流向着西方 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 很明显 这些产品的原料来自俄罗斯 根据欧盟的相关政策 印度很可能会在规则范围内运作 俄罗斯原油在印度加工程精炼产品运往欧洲 这并不被认为是俄罗斯原产 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行为 并未受到太多反对 彭博社报道认为 原因是印度这一举动在帮助实现西方的目标 既能抑制俄罗斯的能源收入 又能防止全球石油市场波动 冲击美西方能源的供应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博强六指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遭遇能源出口危机 美国是最大受益者 以前美国油气一直想进入欧盟市场 但俄罗斯能源比美国更便宜 这主要受益于俄欧之间大量的能源基础设施 他同时表示 只要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 比俄罗斯向印度提供的石油价格高 印度这种赚取差价行为就会持续存在 但印度导卖俄罗斯石油这一行为 并不会过于明目张胆 其次是基础设施问题 能源贸易需要工业基础和足够的物流设备支持 缺少这些因素 印度的导卖很难再扩大规模 请不吝点赞订阅